香港清真寺首次升中國國旗 有回教徒質疑做法衝擊神的地位 不明白清真寺國旗對宗教有什麼意義 不明白清真寺國旗對宗教有什麼意義 是否純粹支持政權 還是純粹政權 後者當然是不可以的 古蘭經或者是回教 最反對的是偶像和多神論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is但里 2023年7月1日 是港版國安法在香港生效3年 而今年的7月1日 座慶的節目 俄羅斯就有華加勒兵團發生一日兵變之後 首領普里哥津飛到白俄羅斯 意味著集團在7月1日正式歸回俄羅斯的軍方 而至於在香港 兩日前的九龍清真寺 就舉行首次升中國國旗的儀式 這兩件事情有一個共同地方 所謂共同體 就是在問一個問題 什麼叫做愛國 或者是對立面就叫做不愛國 用重點的言詞就叫做叛國 就好像普里哥津在6月24日那場兵變 最初就被普京認為 是叛國的行為對俄羅斯這一個國家 和去地的人民背後統都 但集團的首領就說自己是無意推翻俄羅斯政府 說起因完全因為國防部長少依古的貪腐引起 那就是說俄羅斯兵變事件就是問我們一個問題 假如一個國家已經是到達一種難到無可再難的地步 那作為這個國家的公民究竟應不應該起義 那這一個答案就真是不好說 連普京最後來都沒有再哈里普里哥津伴國的言論 所謂高高舉起輕輕放低 或者可能大家都是姓普 普京最後都是放普里哥津一條新路 讓他去到白俄羅斯 而華加勒兵團從此在烏克蘭俄羅斯的業務 就收歸國有 他們的生意只可以繼續在非洲發展 那至於香港清真寺首次升中國國旗的事件 那從愛國伴國的視覺 香港就進一步升呢 從國家的層面在形異上學就跳升到去敬拜獨一真神 這一個層面 那簡單來說 香港清真寺首次升中國國旗 就是早前基督教管浩明牧師所說的 宗教中國化的一種愛國的表現 那細猜不到香港的伊斯蘭教 是早香港基督教一部 由10月1號的大陸國慶提早到港區國安法十四三週年之前 就成功將大陸國旗插在他們最大的九龍清真寺裡面 那對於這個案例 對於聖經無誤論的信徒 就是覺得受到十分大的挑釁 就好像有兩位回教徒在自由亞洲電台分享 認為今次在香港的宗教中國法 在伊斯蘭教的教堂 升國旗就是等於衝擊神的地位 當中這兩位回教徒的論據 就是基於伊斯蘭教的聖經 可蘭經或者叫古蘭經 裡面的神康 只開敬拜獨一真神 和不可跪拜偶像 即是基督教的舊約聖經摩西十教的第一第二屆 再從今天的愛國叛國的視覺 今次清真寺首次升中國國旗事件 就是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假如在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裡面的教堂 升國旗這一種的意識形態 又或者管號明牧師所講的美國文化 或者傳統 就是代表愛國 僅面對基耀派的聖經無誤論的神學 所認為衝擊神的地位 即是說這一個問題 從愛國叛國的視覺 就是在問大家 究竟愛國和愛神有沒有衝突 又或者調回來問 如果當信徒認為在教堂 包括香港的基督教大教會 又或者九龍清真寺 這些宗教場所 在國慶又或者港區國安法的周年紀念 升國旗在他們的神學 是有機會影響到他們對神的信心 正如那兩位回教徒所講 是衝擊神的地位 以至一類的信徒 是不支持一類的美國文化 傳統又或者大陸的意識形態 不支持在他們的宗教場所升國旗 Stanley想問 這樣是不是代表他們是叛國 那關於愛國不愛國或者叛國 又或者在信仰上愛神多過 愛國家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 這一種的事情 在以下的時間 但Stanley想用一個聖經的故事 去幫助大家梳理梳理 在馬太耶穌家庭裏面 就出現了四位外邦人的名字 其中一個就叫做拉赫 他的職業就是妓女 是加南地的原住民 他跟近期最紅的普里哥津 有一個的共同地方 在他們的國家領導人 甚至乎去國家的人民 都認為他們所做的事情 就是在他們背後捅他們一刀 所謂叛國的行為 在拉赫的故事 由於當時的以色列人 出創埃及四十年 準備進入神應許給他們的加南美帝 而頭一個城市就叫做耶利哥城 當時以色列人的元帥 約書雅 就派兩個間諜 去打探耶利哥城的虛實 他們就去到拉赫那裡 這一位的鳳姐 就把他們收起來 並且跟他們捅了一個刀 就是幫他們逃避軍兵的手部 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 在攻城的日子放過他們的一家 而兩位間諜就叮囑 這一位一流一諷的拉赫 在以色列人攻城的時候 千萬不要升國旗 而是改用一條的朱鴻城線 綁在窗口給他們看到 結果 在以色列人攻耶利哥城的時候 這一位一流一諷的妓女拉赫 和他一家人 都是因為這一條的朱鴻色線成 而得救 至於剛才所說的那個國旗 當然就不是指清真指果子的大陸國旗 Stanley的意思是想說 如果妓女拉赫在當日 如果跟他們國家的指示 掛些耶利哥城的吉祥信物 代表愛國的精神 Stanley就在想 究竟這一位一流一諷會不會得救 意思是說 如果當一個國家 他們的腐敗程度 是已經到達上帝準備要消滅的時候 在這裡要搞清楚 Stanley並不是指此刻的俄羅斯 或者大陸 又或者香港政府 而是指當一個壞頭的政府 以及他們無可救藥的國民 要他們在神 和他們的國家的獨裁威權 在全統治之下 作出一個抉擇 那拉赫的抉擇 寧願背上叛國的大不諱罪名 而改變自己的固有意識形態 和傳統宗教信任 而尋求相信以色列獨一真神的上帝請教 在宗教上就叫做 那拉赫跟華格納集團 普利哥津有一個最大的分別 後者的一日兵變 據他自己所說 是因為他認為自己的集團 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個人利益 但是對於拉赫這一位的改宗者 波瑟萊 他之所以沒有跟耶利哥城的人 和他們表現那種愛國民粹精神 完全是因為他一直尋找 並且相信以色列人的上帝 是他一直所嚮往的真正舊主 結果拉赫不單在那一次 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 而得到的生命得救 而更重要的是 是加蘭人拉赫這一個的名字 在馬太福音耶穌基督的家譜 他是跟耶穌的媽媽馬利亞的名字 一起寄在耶穌家譜裡面 成為耶穌生命線一個的重要記號 今集的馬太香港人 Stanley就用華格納集團 九龍清真寺的星國旗 和耶利哥城的妓女拉赫 那一條代表信心的朱鴻成線 作一個的共同體 來為香港的七一 贈慶贈慶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收看 拜拜